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除了KPL秋季赛,王者主播联赛也在火热进行 竞技刚刚决出冠军,最终斗鱼的BOA战队和DBS战队会是决赛 BOA战队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有趣的是,BOA战队是专门为了这次直播联赛组建的 选手们之前是A级清训的成员,这次的主播比赛总决赛 还请到了李久和天云进行解说 DBS是斗鱼本土的主播队伍,妹妹,雨晨,馒头等都是技术主播 但是他们在面对BOA的时候,完全没有一战之力 BOA无论是选手的个人实力,还是运营能力都更胜一筹 最终BOA以4比0拿到了总冠军 这次的主播比赛,汇集了所有直播平台的队伍 包括之前大热门的孟之队,可惜在8强就被淘汰了 通过这次的主播联赛,大家也见识到了BOA战队的实力 他们以后将有机会参加挑战者杯的选拔赛 到时候也有机会和KPL战队交手了 BOA战队的很多选手,都是出自A轻训 本赛季A机的表现非常一般 很多人都说他们不重视轻训 其实G的轻训人才储备真的不少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这帮轻训选手展露头角 想必A机以后对轻训需要重视起来了 都与BOA战队这次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也打破了主播战队的格局 之前每次提到主播战队 大家普遍认为孟之队是最强的 但这次孟之队只不八强 回去肯定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阵A机轻训呢